五更季剧情中紫宇的实力仿佛没有极限一样,在面临最终BOSS黑龙的时候,紫宇曾单挑黑龙并在极限的情况下斩黑龙一龙地,让其实力有所减弱。 这可以说是紫宇最强的时候了,当时集民族各位大将之力,也不是黑龙的对手。 而这样的对手却被紫宇拦了下来,虽说最后战败,但紫宇那时可以说是黑龙之下第一人。 而五更能够与黑龙旗鼓相当,最终得以于民族全族上下的灵魂之力。 单拼自身能力,那时候的五更跟黑龙还有很大的差距。 与黑龙那一战,初步融合了民族大将穷凶极恶的灵魂之力。 为了避免灵魂融合的后遗症,战后紫宇寻了一处安逸的小村子引力人世间的善恶,同时也预找到那个掌控暴力的平衡点。 虽然灵魂融合带给了紫宇极强的战力,但穷凶极恶施杀,狂暴的性格同样影响着他。 在不断的潜修中,紫宇同样突破的极限达到了破极境界,这样的境界在带给极强战力的同时也同样给新智带来极强的负担,若把控不好即有可能变为一台杀戮机器。